面对酷刑,他们从容赴死,遭遇围剿,他们孤身迎战,绝地反击,抗日连军如星火,撩遍东北雪原,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东北抗连第三集,热血中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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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上的打击和政治上的瓦解 令抗联战士面临更大的挑战 抗联战士所面临的将是更艰苦 更加严酷的斗争 这是位于哈尔滨伊曼街上的东北烈士纪念馆 在1933年9月 这里曾是伟哈尔滨警察厅 是日本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的罪恶场所 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伊曼 曾在这里遭受酷刑之后走上刑场 赵伊曼原名李昆泰 1905年10月25日 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 一个封建地主家庭 在他的大姐夫共产党员郑又知的影响下 他很快地接受了新思想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 在武昌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27年9月 党组织派他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冬 党组织决定让他提前回国 他先后在湖北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当时他的孩子刚出生 为了不影响工作 忍痛将刚满一周岁的儿子送到汉口亲戚家抚养 这竟成为了他们母子间的永别 1933年4月 赵伊曼领导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运动 并取得了胜利 1934年7月间 他转移到了哈尔滨东南山区的珠河县 现今的上志县 担任抗日游击区三军一师二团政委 在哈尔滨实际上 它是地下工作被破坏了 就是领导工人大罢工以后 出现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 然后当时党组织找他谈话 满足省委组织部长何称香 找他谈话 是要他因为赵伊曼身体不是太好 让他还到城市里边做地下工作 当时赵伊曼因为他学习过军事 所以他主动要求到游击区去做抗日工作 这样就把他派到珠河游击区去做抗日工作 1935年11月22日 在与日卫军的战斗中 赵伊曼左大腿骨被子弹击中受伤 昏倒在雪地里被抚 审问赵伊曼的日本军官叫大野太制 从最初的骄横到中间的拉拢 极致最后的疯狂折磨 大野太制不得不对赵伊曼的人格尊严和信仰由衷钦佩 他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共称 第一次我用马灯一照他 看到他满脸苍白是汗 他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他那仇恨的目光使我感到一阵颤抖 心里发凉 日本人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 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 竹签定满了食指 热辣椒水和凉汽油 交替地往赵伊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 但赵伊曼从未身赢过一生 在食酷刑过程中 为了不让赵伊曼昏迷失去刑讯效果 日本宪兵先是用冷水泼 后来改用化学药水熏 多次注射大剂量的强心针和张脑钉 待赵伊曼恢复体力 头脑清醒后再继续用刑 在被关押了八个月后的一天夜里 暴雨滂沱 赵伊曼说服警卫董献勋和女护士韩永逸 从医院逃走 文讯赶来的日围警察 追到阿石河以东二十多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伊曼等人 赵伊曼再次被捕 从被捕到走上刑场 毕竟九个月的时间 赵伊曼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气 最后一刻 他到处白骨外露 身体多处碳光 1936年8月2日凌晨 日军把赵伊曼送回诸和县 势众徒塞 今天 为了纪念这位仅有三十一岁的年轻生命 哈尔滨人民 把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命名为伊曼街 日美当局从1937年末开始的三年治安肃政计划 采取了许多更为凶残野蛮的政策 严格施行保假 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 将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置于监视之下 隔离了抗联部队与群众的密切联系 极大的限制了抗联部队的活度 另外 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经济封锁措施 为断绝抗联部队粮食来源 实行了粮食统治政策 防止农民暗中给抗日部队留粮 凡是以经费 枪弹 粮食 服装 医药等物资 攻击抗日联军或代为采购者 一律以通匪论处 日本的兵力是在东北是逐渐增加的 由几万人 后来增加到十几万人 三十几万 四十几万人 最后增加到了七十万 另外他这个伪军也建立了 有十多万伪军 还有大量的宪兵特务 警察 都集中了对抗联军 来进行围攻 来进行破坏 1937年冬天 日军将攻击重点 转向南满的抗联一路军 同时准备在1938年春天 开始三江大讨伐 日伪军对这次讨伐所下的决心之大 东勇的兵力之多 计划之周密 措施之恶毒 都是过去所不曾有过的 他们已摧毁抗联后方根据地 剿灭地方党组织 据间抗联于三江地区为主要目的 1938年春 日本关东军宪宪兵司令部直接指挥 下江地区军警献特机关一起出动 对北满临时省委和极东省委所属七个县的党组织 实施大搜捕 被捕三百多人 使活动在下江地区的北满抗联各军 基本失去了与党和群众的联系 只能完全依靠深山秘营 坚持斗争 1938年2月 医军参谋长安光勋被捕叛变 他带领日军长岛工作班 对医军医师师长成斌进行诱详 6月29日 成斌接受了长岛工作班的劝详书 并胁迫医师部分战士投降了日军 成斌的叛变对第一路军危害极大 不仅使第一军医师基本瓦解 而且使抗联第一路军制定的整体军事部署完全泄漏 中共南满省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在成斌叛变之后 于吉安老岭山区召开紧急干部会议 即第二次老岭会议 决定撤销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军的番号 成立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 实行分区作战 杨静宇率警卫旅撤离老岭山区 1938年8月由吉安出发 向河里地区和化电蒙江山林地带行进 10月到达外插沟被1500多日卫军包围 这时杨静宇所率部队只有400余人 杨静宇沉着机制指挥部队成议案 从敌兵力薄弱处突围出击 到达河里山区 过一个冬天部队要减员一半 你说这个吃的没得吃 打猎就是怕这个 就是那个枪响引来敌人 日本后来他搞到什么程度 他不但是集团部落 各个地方见辽王少 白天看烟 晚间看火 山区之后只要一旦 晚间发现有灯火 马上报告 往往你天一亮醒来之后 立刻已经被包围了 天亮之后发起攻击 因为你在深山老林的时候 晚上发现火光 那没有老百姓的 他已经实行集团部落 没有老百姓的 肯定是抗二连军 为了冲破1938年 日北军在尾三江省的大讨伐 跳出日北军包围圈 北满抗年部队第三六九十一军主力 穿越小兴安岭 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 以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8年8月 第六军远征部队从罗北县梧桐河畔老等山出发 当时正值雨季 阴雨连绵 风雨交下 战士们浑身湿透 艰难地行进在黑金河附近的草垫子里 为了躲避日伪军的堵截 部队日夜兼臣 由于吉养缺乏 战士们只好以野菜 山果 蘑菇冲击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部队过草垫 川林海 披荆斩棘 越过了小兴安岭 九月六日 继续远征的战士 每人只有四个玉米和少许粮食作为吉养 部队一直在冒雨行军 很多战士因饥寒患病 而牺牲在河边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 于十月八日到达海伦白马时 并与六军远征部队会合 十一月 第六军军部教导队 第十一军医师 共一百余人 英勇地冲破了日卫军的封锁线 渡过松花江 穿越小兴安岭 顶着朔风 冒着严寒 行进在临海雪原之中 经过艰苦跋涉 他们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九日 到达海伦八道林子 与第六军三师会合 至此 北满抗连部队第三六九十一军主力 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下 历尽千辛万苦 克服重重困难 终于冲破日卫军包围 胜利地完成了远征任务 1939年秋开始 日军制定的作战原则是 同时遇上山连队和抗联 专打抗联 同时遇见杨敬宇部队和其他抗联部队 专打杨敬宇 日北军的讨伐司令部 仅在蒙江境内及其边界 就步兵两万五千多人 当时杨敬宇在蒙江境内的全部兵力 不足一千人 日北军武器精良 补给充足 而抗联战士装备简陋 缺一少时 在反讨伐斗争中 抗联第一陆军各部 经常与敌人展开连续性作战 有时一日数战 战斗空前激烈 11日22日 杨敬宇率领400余人 在蒙江纳尔轰 射服袭击 击毙日北军30余人 12月7日 杨敬宇与日军油马部队 在龙泉镇北方脚竿顶一带击战 击毙日北军10余人 两天后 在蒙江西北 小孤顶子 与日军渡边部队发生激战之后 甩掉了日北军 穿越了辅松公路南下 由于抗联第一陆军 采取夜袭 扶击 迂回等游击战术 乘游历时机 巧妙地打击了目标 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 随着东北严酷冬季的到来 战斗将变得异常艰苦 杨静宇不得了目标 因为在蒙江的游击区没有固定的营房,甚至连帐篷也很少,只能露宿在原始森林里。 据1940年的气象资料记载,当时蒙江县的最低气温已达到零下40多度,即使晴天也常常是清雪飘扬。 而夜间苏宁是,为了避免暴露自己,不能燃火取暖,只能一束休憩,每次睡眠也不能超过30分钟,不然就有冻死的可能。 在这样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行军打仗,其艰苦程度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1940年初,杨靖宇袭击了蒙江县日北军重要的据点龙泉镇, 获取了宝贵的粮食和军需物品。 当日伪军得知杨靖宇出现后, 立即由伪通化省警务厅长暗谷龙一郎坐任蒙江, 调集日军大员、游马、渡边、小宾、有政等部队, 伪军步兵第三团与九个伪警察队,一个森林警察队, 来到蒙江张罗布网, 对杨靖宇及第一陆军总指挥部展开围剿。 1月6日,杨靖宇、韩仁河指挥警卫旅, 在青江港北方西港地区, 与日军小宾部队及叛徒成宾、崔骤峰组成的挺进队发生激战。 之后,杨靖宇将自己的部队进行分散, 由警卫旅政委韩仁河率领该部队北上向化电方向前进, 寻找未整民的队伍。 杨靖宇率领战士们在蒙江和徽南之间的山区, 与敌人周旋了五十余天, 战斗三十多次, 部队大量减软。 警卫旅第一团参谋丁守龙, 1月下旬被捕, 随后供出了杨靖宇的行动计划。 此时日卫军加紧了对杨靖宇的搜捕。 1940年2月2日, 杨靖宇身边战士有27人, 到了2月10日, 仅剩12人。 2月15日, 他身边只剩下了6名战士。 清晨他们的踪迹, 在蒙江县五金顶子西北方的一个小山奥里, 被日北军发现。 为了捕捉杨靖宇, 日军则令挺进队600余人进行追缴搜寻。 午后三点, 杨靖宇和战士们在具讨伐队仅300米的一个有力地势, 向其猛烈射击, 击毙日北军十人。 随后, 杨靖宇迅速转移, 讨伐队被杨靖宇等拖得筋疲力尽。 此时的日北军只剩下40多人。 本集请不吝点赞 订阅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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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减赏 轮远, 并远切宇 压落赏 忍可距宇 调物线。 当晚杨静宇决定让警卫员黄生发等自明富商战士转移 跟随多年的警卫员流着眼泪不肯离去 杨静宇恳切地对他们说 多保存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为了革命我们要坚持到底 就是死也绝不能屈服 革命总会胜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月18日 杨静宇身边仅有的两名战士到附近的村子大东沟购买粮食时 被日军发现后不幸战死 敌人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杨静宇的印件 断定杨静宇就在附近 于是缩小了包围权 二月二十二日夜 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 杨静宇只身一人来到了山脚下的这座木屋里 这一夜将是杨静宇将军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我们无从知道他内心此刻的想法 从他最初来到满洲省委报道的那一天起 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他不知道明天即将迎来的是什么 此刻的他也许在想 从河南老家出来已经整整十二个年头了 儿子如今应该十四岁了 女儿也应该十二岁了 身患重感冒 连日来秘密未尽的他也许还在想 如果再能坚持两个月 就春暖花开了 山里的野果就可以冲击 他就能够带领战友们走出困境 二月二十三日 杨静宇只身辗转来到蒙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 中午他被赵婷喜等四个村民发现 他们劝杨静宇投降保命 杨静宇坚定地表示 我是中国人 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 这几个人不再说什么 答应回村给他取些粮食和衣物 结果这四个人就万回走 赵婷喜他是保安村的家长 那么他在万回走的过程中 正好放出一个日本特务 日本特务 这个人叫李正新 李正新接着就跟服务长 就给这个谁念 给那么县警务科大电话 你一下有这个电话 警务科科长王世红 王世红是大理 也就是福建 我这个照片给他找到了 王世红 王世红接着就判断 这就是杨静宇 马上这个安顾龙一样 发的电报 这个讨伐队就先后派了一二百人 是吧 分批就向这个三道崴子 跟着包围来了 下午三时 日北讨伐队将保安村三道崴子 密林层层包围 饥寒交迫 身体极度虚弱的杨静宇 发现自己身陷敌尾 愤然而起 双手持枪 奋力应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始 敌人妄想活捉杨静宇 又劝他归顺 不断地向他喊话 但回答他们的 只有一颗颗仇恨的子弹 在风云而上的日北军面前 杨静宇镇定自若 毫不动摇 此时日军意识到 要杨静宇放下武器投降 是不可能的 于是开始射击 当他左腕护伤后 用右手持枪继续还击 最后 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 杨静宇将军壮丽牺牲 十年三十五岁 第一人都很纳闷说这个 从二月十五号就对杨静宇进行严密包围 山上的人都不许进山 不许往里带粮食 那么杨静宇这些天靠着什么活着呢 当把这个 这个这个卫肠解剖一看里头吧 一粒两个都没有 有的是什么呢 这个棉花套子 就是棉絮 还有这个草籽 还有树皮 1941年10月 原抗连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上志 带领由五名战士组中的小部队 开展游击活动 日委密探获知消息后 迅速报告给围警察署长田井九二郎 田井经过精心策划 派特务刘德山打入了小部队内部 骗去了赵上志的信任 1942年2月12日 刘德山按照预定计划 引诱赵上志 去袭击梧桐河警察局住所 途中趁赵上志不备 刘德山开枪击中了他的腹部 这时候他非常清醒 他说原来这个刘德山是个特务 他回手一枪是照着刘德山 两枪一枪打在脑子上来 一枪打在胸部了 刘德山当时就死了 赵上志身负重伤后 被日军逮捕 我是赵上志当时就讲 我是赵上志 他对周围睁开眼 你看周围有许多警察 他说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 你们确实当了汉奸 你们该杀 然后根据第一位材料的记载就说 赵上志被附上之后 活了八小时 1940年后 东北抗连各军在反讨伐斗争中损失惨重 原有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 大部分被破坏 抗连部队人员从原来的三万余人 减到不足两千人 但是东北抗连第一二三路军的将士始终没有屈服 他们仍然在长白山区松花江下游和黑嫩平原 坚持着抗日游击战争 与续奋战 东北抗连军在整个国际反法战争斗争史上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因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关东军 实际上是他一支重要的战备力量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把东北作为第二日本 一方面作为工业基地 另外一方面的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 如果日本把这个企图能完全化为现实的话 那么对这个苏联进行的这个反法一字战争 那会有严重的威胁 从1940年冬开始 抗连先后约600人入苏境进行整训 同时派起小部队回东北开展活动 通过整训提高了军政素质 从多方面做好反攻东北的准备 到1945年7月底 经过紧张的调动运输 苏军已在远东地区部署完毕 其总兵力包括11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 一个坦克集团军 三个空军集团军和一个战役集群 与日本关东军相比 苏军占据了绝对优势 8月6日 9日 美国投掷原子弹 轰炸日本广岛 长崎 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 0点10分 远东苏军三个方面军 费加尔方面军 远东第一方面军 和远东第二方面军 从西东北三个战区同时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队按照统一作战计划分别进行配合行动 在中苏美英等盟国军队的联合打击下 日本政府被迫于8月14日通告接受波子坦公告宣告投降 苏军在中国抗日军民的配合下迅速击溃了驻守在中国东北的日军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 在平国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 举行了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8年1月1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专门做出决定 表彰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 称赞东北抗连的英勇斗争 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 1949年5月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门中再次指出 抗连斗争是光荣的 并说此种光荣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全国人民 特别是东北人民 将会永远铭记东北抗日联军 为东北的解放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 所建树的光辉业绩 并将会从他们 尽苦卓绝 可歌可期的战斗事迹中 受到启迪 汲取力量 东北抗日联军英勇不屈 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奋发前进 白山草草 黑树洋洋 抗连征途 山高水长 东北抗日联军 所建设的历史功绩 将永远载入中国共团党 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实册 将永远为全党 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铭记 并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大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